青衣有很多品種, 這一種是其中一款 最近是街市一常見的 一斤至兩斤就最好味道 這次用古法來蒸 炒一炒瘦肉絲 預備一些冬菇絲 還有一些蔥菜絲 還有果皮絲 關於古法蒸的細緻位 可以看古法蒸科令這條片 洗乾淨的魚 用紙吸乾表面和裡面的水分 放些蔥在魚底部 浪糕的魚蒸的時候就能夠對流 蒸就會比較均勻 有些人用木筷子浪糕去蒸都可以 青衣的肉質比較嫩滑 味道比較清淡 所以起肉炒球或者紅蚊就會比較好味 而今次用古法蒸 希望釣起的魚味濃些 青衣有很多品種 學名都有幾個 而在街市常見有青衣 紅衣和黃衣 有時就會見到這款牙衣 價錢便宜很多 肉質和味道都差很遠 蒸青衣最好不要打淚 吃的時候撥開淚吃就可以了 蒸出來的肉會嫩滑很多 以前我通常買圖片衣款來吃 蒸出來的骨是綠色的 不要以為有問題 是正常的 這款牙衣 近幾個月都在街市常見到這款的青衣 所以買這款來試一下 把材料平均地放在魚裡面 放好就可以拿去蒸了 水滾 這條魚都比較大條 都一斤十二兩 所以鑊都放多點水來蒸 一般這麼大條魚都要蒸九至十二分鐘 視乎你家裡的爐頭的火力有多大 蒸它九分鐘再焗兩分鐘 煮好 不需要太多魚汁 倒走大部份的魚汁 留一點就夠了 開鍋做熟油 有些雙熟朋友問我 為什麼我會爆一點蔥絲 而不是把蔥絲放在魚面淋熟油 主要是家人不怕蔥絲太生 和怕蔥不夠乾淨 兩種做法我都可以接受 有些人問我為什麼人家做的蔥絲是軟捲起的 而我做的是直的呢 主要是尾菇問題 你把我的切好的蔥絲放在冰水或者凍水裡面 冷縮熱盡的反應下 蔥絲就會慢慢捲起了 看下你喜歡煎一盆 看下你喜歡煎一盆 包到差不多了 可以拔去魚上面 放一些鹽西做裝飾 古法蒸青衣 完成了 青衣魚頭的魚皮特別好吃 記得吃它 青衣比風為四大魚王 就見仁見智了 個人覺得其他的山苦魚王好吃很多 烏龍